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8日 星期五 這是618雨災 49年前 72年應該是 618雨災 當時 香港有一座大廈倒下來 死了很多人 其中 有一大部分是永龍銀行的職員和高層 死了不少人 禦禍到一棟大廈 今天香港不知道有沒有下雨了 但是 我們知道 英國可能會有一點點雨 我們想說一下 最近台灣的疫情 是有一點點緩和的跡象 不過 我們看到台灣發生了一件好事 一向以來 台灣的新聞也不能接受 我們因為有手足在台灣 我們希望 我們已經請了他做我們的特約記者 遲些 我們會在香港 其實有位手足向我們報名就說想做特約記者 我們也 也會給他機會 他開始幫我們寫一些東西 遲些 我們就會慢慢做一個 有一點點規模的媒體 在英國我們也需要請人 大家可以聯絡我們 這一節 想跟大家說說台灣好消息 台灣其實很久沒有好消息 最近疫情有稍為緩和的跡 因為 疫症關係 有些人就說你是不是迷信 送觀音 我們 其實一直都尊重 不同的宗教人士 比如說你有不同的信仰 有人信這件事 我們沒有可能否定 出於一番善心 宗教我一向都認為 只要是道人向善就沒有問題 當然有些道人向惡的 我們當然不是 不是那麼理解 這節不是討論宗教的問題 是討論一些因果的問題 因為 台灣的疫情稍為緩和 美軍的飛距降落 這個又開始下雨了 之前的乾旱也很厲害 我們 收到一個很好的消息 就是6月17日 一個台灣的知名共匪 中華外國同心會的黨主席 叫做周慶俊 6月16日死了 他在台北 感染了武漢肺炎中共病毒 一個 舔共的魔頭 感染了中共病毒 也可以說搬起石頭 閘自己的腳 我們要跟大家 慶祝共匪歸西 最近很多共匪歸西 所以我們也不 不斷慶祝 說支持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這個 這個 愛國同心會 當然是一個暴力團體 他打著愛中國 愛中共 不是愛中國 愛中共 要促成這個兩岸統一 實際上 就是一些 中共的一個魔頭 中共的 間諜 中共的間勢 好了 但是這個黨主席會長周慶俊 其實他是香港人 70年代 他偷渡了來香港 然後就讀 大專院校 他曾經在72年去抗議 英國 不知道是誰來訪問 手上還是誰來訪問 他抗議 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他80多年的時候 1985年 參選了區議會 旺角區議會 輸了 之後 他也參加了一個反共愛國陣線 他當時反共 來到台灣的時候 曾經在高雄被一些人包圍 最後要被迫寫道歉信 之後 他說 以無限的悔意向1900萬台灣人公開道歉 當時台灣人民只有1900萬 他當時釀言 要喝台灣人的血 吃台灣人的肉 對所有台灣人是最大侮辱 這傢伙 果然真的是吃台灣人的血 吃台灣人的肉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 去到 九十年代 不知道是偷渡 還是 用甚麼方法去了台灣 取得居民 還入了一賣籍 然後就在那裏 接受了共產黨的指示 在那裏 搞一些暴力團體 專門衝擊一些 反對中共的人 又或者台獨人士 香港 黃之鋒訪問台灣的時候 也曾經被暴力對待 這傢伙 帶著一些人到處去動人 這傢伙 以前的名字叫周慶鑽 鑽石的鑽 當時他是共匪 假裝是反共 其實他是共匪來的 當時的文革城 有他的術語 叫做 尖撞老隊 轉進革命隊伍 所以他就是轉 來到台灣 轉不要用了 改成進 這個 中華 愛國同心會其實是馬英九的老爸馬鶴 做的 到了他接手之後 把他變成 會長 以及成立一個中國 民主進步黨 成為黨主席 當然也是受了共匪的大量金錢 他經常帶隊去騷擾 甚至乎用暴力威嚇一些 獨派人士 這個人 是真的死有餘辜的 這次我們看到他的死亡 是十分之高興 但是 對岸的共匪中共 就十分之傷心 因為 新華社 就說 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17日回應媒體詢問時表示 我們對周慶晉先生的世世表示深切哀獨 周先生是台灣知名統派人士 始終空為民族大義 始至不如投身祖國統一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 我們對他的愛國情為深感敬佩 逢是中共稱讚的人 可以告訴你 百分之一百是人渣 不用說 沒得解釋 這個人 也是在台灣 這個政壇十分之活躍 這個人 可以說是 案底雷雷 他不單止 是去打人 他最有名 就是當時 組織群眾襲擊當時處理輕票案的律師 莊柏林 這個是2001年的事 已經打人了 多次 搞暴力 襲擊一些民運人士 其中一次是2003年的11月2日 他帶領大量的暴徒在原山飯店 抗議 美國 過來的民運人士曹長青 當時 曹長青被他們幾個人壓著來打 臉被人撿了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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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 覺得好像紅衛兵一樣 然後 他去了 2005年 又舉了五星紅旗 在這個 總統府門口 然後我們會看到很多種鏡頭 就是他 在這個 101那裏 帶隊城去騷擾一些 法輪功 這個人 很明顯就是中共 派來 動手的人 派來 搞搞震 對付台灣的人 這種人可以在台灣生存 其實真的很過分 好了 現在不單止是他 還有他的秘書長的確診 這個真是好消息 這群全家產是台奸來的正式 這個人死了 享年77歲 其實 人渣 他們 另外 還有一個秘書長 外國同心 這個 秘書長張秀業 也是確診了 武漢肺炎中共病毒 好了 這個 這個會長死了 據說他們 黨裏面 也有很多個成員 中了招 這個醫生當時就說 周慶俊本身有萬性疾病 自從武漢肺炎之後 在專責的病房接受治療 將近一個月 台灣有什麼理由 拿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來養共匪 來支持共匪 支持共匪 這些傻子 扔他出公海 餵鯊魚 還有黃安 還有那些台奸 全部推殺出公海 是不是 這個 張秀業 他當時 幫張秀業參選 九合一大選 100年的時候 但是涉嫌賄損 也受到北京的政治獻金189萬台幣 也算差了 台北地檢 依這個反選舉辦免法判周慶俊三年六個月監禁 匆奪公權三年 可能現在是不是在上訴 一年五月份 剛剛被判刑就中招了 不用坐牢 他多次 大家都知道這傻子經常打人 其實 台灣很多共匪 我們還有 另外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個白狼 白狼也是幫中共做事的 這個也是 大家也是屬於那種暴徒 中共其實專門就是 請一些暴徒出來 這次 可以說是普天同氣 台灣人民很開心 我們作為香港人 看到一個死港姦 偷渡到台灣就做台奸的這個全家產 現在死了 他死了之餘 他死了之餘 他的秘書長也已經確診了 另外他們的全家產會 也有很多人確診 十分之開心 香港市民發來賀電 恭喜台灣人民 這一節 暫時先說到這裡 拜拜